隔壁学校毕业了 那你们现在就是想吃了还会过来 找回一下小时候的味道 不错呀这个 可以吧 对 不特别 就是其貌不洋 但是吃起来就完全不是油炸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走路带着风的蝉猫 我现在还是在安徽河肥寻美食 我现在是在东门的五里町这边 我要来吃一家非常货的一家特色小吃的 一家土豆片 给我一起看看吧 看在小区的门 叫做罗家老字号 特色小吃 还有鸭血粉丝呢 大姐你们家的薯片怎么卖的呀 有7块有10块 来一份 他们家这个就是坐在门口和小院子里面去吃 对 大姐你们在这里开了有多少年了呀 26年了 26年了 好久了 晚上晚上晚上 它这个还有点特色 它就这样子浇的 这是辣的吗 这是微辣的 盒子里面装的就是它秘制的酱汁 这是两种是吧 一个甜酱一个辣椒 一个辣 有辣 有辣 这个凳子 好多呀这一锅7块钱 这还小份的 对啊幸亏要的小份 我还想要大份 它这个跟我以前吃到的所有的土豆都不一样 它是在锅里面炸的 但是好像就是过了一下油 很烂的那种面的土豆 这个很好吃啊 这个料 像藕粉一样那种黏黏的那种 有点微微甜 有点辣 甜中带辣 甜中带辣 对甜中带辣 你看其实这个料可以卖一点别的呀 人家只要一种就打扁天下无地手了 对啊人家只卖这一种口头片 这个 四代B剑 我刚拍了个图片发到朋友们间 我说是一种情怀 它们一定是一种情怀 这个哈 吃的是一种情怀 小时候必吃的 我说 你说以前是多少钱 以前是1块5 才1块5一份 99年份 现在从1块5涨到7块钱 小份 大份10块 翻了多少倍啊 这个女同学每次大杯过来吃 还是小时候的味道吗 拍拍女同学的颜色 好 本期看店到此结束啦 欢迎关注长猫看店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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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